经过14天的选战 马来西亚第15届全国大选今天投票 超过2100万名的选民 将在这场史上最多候选人的选举中 投下他们手中的一票 选出新政府 今天早上7点 东马沙拉越和沙巴的投票站 已经率先开放 而西马这边呢 则从早上8点起开放 到傍晚6点关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选前的多项民调显示 国阵 国门和西蒙三大阵营 都无法赢得过半议席 无法单独执政 这可能导致马来西亚出现 所谓的选职国会 国门和西亚出现 全馬各地的投票成績在晚上九點後陸續揭曉 最終的結果如何 就要看今晚的開票成績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